一邊吹哨 一邊拔腿狂追 露撿籃下的獨貝想要趁機逃跑 就算躲進修車廠儲藏室內 照樣被帶了出來 抓到人順利破案 現場執情畫面驚心動魄 但其實要能順利歹毒 可要先有一個優異的懶車手 你確定沒喝 我問駕駛就好 你後座要吸安全帶 這後面那個沒戲啊 1500 1500 3000 等一下 我問一下 先提醒後座乘客沒記安全帶 趁機把駕駛請下車 因為這輛車已經被圓景的好鼻子 給鎖定了 我問一下這件事情 不可以抽K 聽到沒有 把駕駛拉到旁邊 因為車內淡淡的K拉麵味道 還是逃不過圓景Hold P3 往往這就是茶器毒品的 關鍵第一步 不只鼻子要淋 執行附帶搜索時 觀察力也很重要 這裡啦 這裡啦 在這裡啦 一包 兩包 三包 這很厲害 這裡啦 還大包的啦 就在車門把手內發現可拆卸式機關 裡頭藏有三大包K他命 這回說什麼也賴不掉 順利查獲毒品 但是這一切可不是運氣 憑著經驗的累積 更重要的還有靈敏的嗅覺 因為我本身沒有抽菸 所以對毒品還有酒駕的味 這些東西味道特別敏感 聞酒自然而然 比如說你用鹹酥劑壓K味 或是用香水 甚至你用芳香劑來 對我來說基本上都應該沒什麼用 眼鏡要看鼻子要聞 短短兩秒鐘就能判斷車上乘客 有沒有問題 今年40歲的吳家威 現在是台北市寶大第一中隊小隊長 民國85年錦磚畢業後 就進入寶大服務 雖然中間借料過多個單位 但七年前回歸巡邏勤務 透過留意每個細節 讓毒犯可難從他眼前溜走 他人可能周遭只要有煙草 過多煙草 或是異常過多白色的粉末 基本上 有可能七八成就是毒品 有心虛有什麼 他看到我們就會 眼睛會異常抽抖 或是臉皮 對 然後就不自然 翻看104年的績效統計 吳家威一個人 就抓了707件毒品案 佔了整個保安大隊 將近四分之一的案件量 除了會抓毒 吳家威對於年輕毒犯 不只依法辦理 還會苦卻別再犯 這次究竟不應該了 他還在辦要預送毒品 你看你是不是告訴你說 海帶一倍再折 一次就被抓了 下次還幹嘛 績效卓越之外 執行時還帶有關心的人味 讓他不只獲得掌觀賞事 就連嫌犯也少有抱怨 如此卓越的表現 也讓他榮獲警察金武獎 以及模範警察的肯定 老婆蠻重要的 對 如果說送我很年輕的時候 能往照卡 那盡量照卡 這幾年陸陸續續 點了很多獎項 他有時候都有跟著參與 在領獎那一刻 心裡是蠻波動的 已經結婚育有一女的吳家威 表現讓家人倍感榮耀 只是每天執勤 為了配合異犯罪時段 作息咒服夜出 陪伴家人的時間相對減少 如今吳家威一到放假日 就花時間在家庭上 只要一上班 就帶著年輕員 進正上街頭 不只要經驗傳承 更要讓毒害遠離我們的生活 好